万民是以前的美中技术 随着时代专门 现在是越来越久 在当时的主修比 为了怀念妈妈 当时来团兴这一项万民的手机 最近是代表在国家的历史随道 来成立这间万民的共事馆 主修比这次 现在的万民是传统 跟现代技术的结合 他过的共事馆的成立 他希望过来 有更多富有朋友来学习 做会轻松来重业 美美共事馆 在这些贵宾的成果下 这一团是妈妈手机的万民 故事馆 真是在高庆的历史随道来英文了 古早时代人要留下的时候 都在门口联万民 因为妈妈已经往生两年 对她的怀念 让我想把这个传统的美容记忆 这么简单可以让人变漂亮的记忆 就把她发扬光大 这万民是以前的美中技术 不过对时代是越来越犯见 不过万贵的观企业 罗修女也专业来试试 什么是妈民 我是第一次用 所以那种感觉上 完全不痛 很舒服 我看了镜子以后 真的是皮肤变得比较柔 然后感觉很清爽 因为传统的妈民 我也很喜欢 所以今天专程来参加 很难得有传统的记忆留下来 感觉很欢迎 这条线这份变就会来万民 大概15分钟的时间 就有很明显的效果 现在这妈妈的传统手艺 万民国书冠的創办人 主席美 也鼓勒芙女来合适 做会轻松来創业 让我们一般的妇女 有很低的门槛就可以创业 就是可以当小子的创业 创业的门槛 看到这些传统既的团形 不像贵宾玛带来就好 很多人来 每个朋友跟小朋友 让他到五年 五年来勾搁 我们来到七盒时 来到万民 完全整个这个 碎碎回去就对了 用最天然 最古早 最阿嬷的方式来 让我们很有面子 我觉得非常棒 在苏菲姐的推广之下 能够让万民这个传统的记忆 重现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 想起妈妈的万民技术 可以在自己的手艺 再度来团形 主席美得了 通过这些手艺 要来怀念妈妈 也要帮助 更多想要创业的妇女 可以在很少的状况下 做会来探钱 既然真心 藏不到 再度